車子在天空飛 電影哈利波特中 許多魔法特效令人神明 甚至房子裡許多家具 都會自己移動 但你可能很難想像 這些情節在現實生活中 也同樣上演 兩個大書櫃就行走在人行道上 直到碰到機車才倒下 還撞上隔壁店家門口的櫃子 還有履駕跑到馬路上 如此魔法般的情節 全被堅實器拍下 不過真正的原因 不是魔法太厲害 其實是因為風太大了 看看這家家具行所在的位置 前方就是大馬路 加上對面巷子口 又沒有大樓遮蔽 形成一個特殊的風口 也因此讓這一帶的風特別的大 由於正好在兩條路的風口 時常會產生較大風勢 導致店外的家具被吹走 店家也很無奈 有的家具已經綁上繩索固定 或是看天色不對 就先把家具收進來 那次是特別大 就像颱風一樣 我們也不知道這樣 我一出去 我不知道要拿這個 還是要拿那個 有的就飛到馬路上去了 再看一次這段畫面 家具除了走人行道之外 還有的直接被吹上馬路 幸好當時沒有車輛行人經過 店家也加強改善 固定家具下方的輪子 避免意外再度上演 記者李嘉明 劉俊淳 台北測謀報道